亚斯伯格症后群Ospotter Syndrome 简称S是一种犯自闭症障碍 其重要特征是社交困难 伴随着兴趣狭隘及重复特定行为 但相较于其他犯自闭症障碍 仍相对保有语言及认知发展 亚斯伯格症患者的智力正常 经常出现肢体笨拙和语言表达方式异常等状况 偶尔会发出怪声音 但并不作为诊断依据 这个病症在1944年被提出 因为成因与诊断标准 长期存在争议 2012年12月1日 美国精神医学会决议取消亚斯伯格症这个名称 并将之纳入自闭症普希障碍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简称S 亚斯伯格症后群与高功能自闭症的相同与否 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有部分人把亚斯伯格症后群与高功能自闭症没有智能障碍 或可说几乎没有自闭症视为相同 但亦有不认同的意见 另外 也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IDHD与学习障碍 LD等并发症 而将之归结称呼为广泛性发展障碍 PDD 被诊断为亚斯伯格症后群的儿童 必须具有以下三种症状 社交困难 Social Deficit 沟通困难 Communication Deficit 固执或狭窄兴趣 WARGET Theories with Interested 前两项可以综合为以下几个现象 对常规无法理解或僵化规则 对突如其来的转变感到不安 甚至出现不稳定的情绪 患者的情绪成熟度往往不足实际年龄 执着一种或多种特定且不具功能性的行为 认知狭隘 思维方式与思维内容特别 普遍为图像认知方式 经常停留在记忆中的情节 对于兴趣方面 患者一般会对一种或多种异常强烈的兴趣模式 另外和自闭症光谱分类的其他状态一样 艾斯伯格症后群也与性别有相连关系 整体约有75%为男性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